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關於Service Toss的分享 之前也分享了很多項目 大家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去慢慢接觸細節 記住大家都是一個在發展的朋友 無論你是初歌或是老手 都慢慢越來越好 你越練得多就越來越準 今天跟大家分享Service Toss 有件事有很多朋友會問 Toss 完之後 手是不是應該 雙手應該是向上 應該轉出去 還是指著 這都不是很重要的 這是你自己的Style 我建議你一拋 你的手掌不停 都是同樣的 有些朋友喜歡轉出去 我甚至乎見過有些朋友 他們會曲手的領域 好像遮住太陽一樣 那是否能幫助你 如果你長期的Toss 都是準的 那是可以的 這是你的Style 如果你覺得很噁心 這是另一件事 很噁心的東西 不同的人怎樣看法 都是個人的看法 但 在一個很穩定的Service 我們會推薦 你拋球的動作 手掌 手掌 都會不停的同樣的 都是一樣 這就是我所找的 但如果它對方的效果 就算不錯 如果它對方的效果 可能會改善 或者有些朋友會喜歡 扔完之後 是這樣的 反了手 他覺得可以 他覺得可以 右邊這個 這個 這個 Pressed down on the elbow 會多些 Hip pressed out 會多些 這是另一件事 多其他 他做這個動作 是有其他原因的 他做得到 沒有影響過Toss 那是好的 但如果你覺得 指著它 指著它 是幫到你的 那也沒問題 所以今天的分享 是一個很簡單的分享 就是你拋完球 你的手要怎樣做 你兩隻手指著它 四隻手指著它 不是問題 如果你長期都可以準的 Toss 那也沒問題 這個分享是很簡單 但很重要 因為很多朋友會有一個 Question Mark 關於這件事 是不是人家做 我們要做 人家做不一定要做 你都要做 你只要做自己的事 如果你能夠達到 一個Objective 如果Objective 就是一個準的Toss 那個個都要做 這個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們在課程中 可以討論 這些學生 繼續去Develop 你的Serve 從 Business Basics 到更加延長的 動作 讓你可以 Develop 一個簡單 但更加 эффектив的Serve 我看見你們 在私下課程中